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经历很多波折跟痛苦是常常有的事情 所以注意老师在这一段怎么教导我们在波折当中成长 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一起念一下老师的开示 事情发生后 省下抱怨的时间体力 积极思考改善的方法 比如 我遇到了什么问题 应如何改善 何时改善 能帮助我的助援是什么 我真的想改善吗 如果让我们的心处在积极思考的状态 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就一定会收获成长 久而久之 我们会不怕被挑战 因为每一次波折都让我们收获勇气和智慧 甚至因此结交良师益友 体验精彩人生 一开始老师说 事情发生后 省下抱怨的时间体力 积极思考改善的方法 比如我遇到了什么问题 应如何改善 何时改善 能帮我的助援是什么 我真的想改善吗 如果让我们的心处在积极思考的状态 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就一定会收获成长 一开始我们可以想一下 这个事情发生了 波折发生了 老师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说 你要让你的心朝向一个积极思考的方向 那什么是积极思考的方向呢 诸位觉得呢 那个积极思考的方向到底是朝向于哪里呢 诸位想一想 如果按照佛法来讲呢 这个积极思考的方向 一定是朝向于能令自他真实离苦得乐的 那个方向跟目标一定是能够令自他真实离苦得乐 既然你要令自他真实离苦得乐呢 就代表这个积极思考 一定建立在 对苦乐还有苦乐之因的正确认识上 这样你才谈得上积极思考 如果对苦乐跟苦乐的因没有正确认识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朝向那个令自他都离苦得乐的方向 这样子把握到正确的苦乐跟苦乐之因的认识之后呢 我们才谈得上老师所说的 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就一定会收获成长 所以平常我们在世间也常听到说 积极思考积极思考 但是我们用佛法来衡量的话 就记得那个重点 你想要积极思考 一定要按照佛法去对苦乐还有苦乐的因 有正确的认识 这才谈得上 能够达到积极思考的目的 才谈得上说 能够让我们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一定会收获成长 中间呢 老师提了几个 积极思考的角度 提了几个问题 那我也试着用我的想法回答看看 然后呢 你们可以做参考 老师问 我遇到了什么问题 一开始就要想 我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厘清问题的焦点跟起源呢 一定不是在于外境 是在我们的自信跟业力 所以当我们在说 我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想把你所面临的问题 厘清 对不对 但是佛法会告诉我们 你要把问题的焦点 把问题的起源 看得很清楚 不在外境 在我们自己的内心 还有我们的业力 这点其实蛮重要的 比如说 碰到一个人对你不好 如果是佛法的话 就会跟我们讲 你要想一下 他是本来天生 自信 自方成立就对我不好吗 还是因为 我的心对这个境界 有什么扭曲的认识 还是因为 我过去造了什么业 才赶得这个境界限起 所以他对我的不好 跟我的心 跟我的业力 不是没有关系的 甚至用佛法来讲 应该是我的心跟业力 要完全负责的 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点蛮重要的 老师问 应如何改善 如何改善 你需要方法 对不对 最好的方法来自于哪里呢 这个时候就应该去意念 师长佛陀对我量身定做的教诫 师长佛陀对我量身定做的教诫 我这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量身定做呢 学广论同学都知道 我们在皈依讲到佛陀的语功德的时候 说佛陀的语功德 有一个很特殊的功德是什么 说十方世界 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友情 同时间提不同的问题 而且都是用他们各个的语言 同时间提不同的问题 佛陀用一个字 一个声音 可以完全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 其实这个内涵呢 你把它认真的推广出来 按照教理 你会推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佛陀说的任何一个字 都含色了从凡夫到成佛所需要修学的一切法 为什么 因为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 是不是包括从凡夫 到资良位 家行位 到出地二地十地 一直到佛果 这些所有的友情 所有的众生 提的所有的问题 佛陀用一个字 一个声音都能够回答 所以是代表他一个字 一个声音可以解决 从凡夫到成佛的所有问题 所以才会说 佛陀说的任何一个字 任何一个声音 可以含色一切法 所以才说 师长佛陀给予我们的教戒 其实每一个字 都是帮我们量身定做的 那里面都有最好的帮助我们 树极成佛 树极圆满离谷得乐的缘起 所以你在想到 应该如何改善的时候 就要赶快去意念 师长佛陀的教戒 记得他这些教戒 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其实讲到量身定做这一点 我愿意帮大家多说一些 你读《波罗经》也好 比如说你读第二会《波罗经》 就在前面两卷 或者说你读一些大圣经典 你都会发现说 很特别哦 大圣经典里面都有这种记载 他说佛陀说法的时候 那个听法的大众 他们真正听闻相应的时候 在座的每一个人 注意哦 每一个人都会在那个当下 清晰的感受到 佛陀是一对一的 单独为他说法 大圣经典里面 常常有这样的记载 我以前看有点看不懂 现在就比较明白了 因为 因为佛陀的智慧是一切变质 佛陀的悲心是 圆满利益一切友情 都视为独一爱子 不会有任何气舍 所以他的智慧跟能力 本来就有 能力对我们每一个人 彻底了解我们的 近过去现在未来 彻底为我们的状况 量身定做 然后彻底的 在这种量身定做的状况之下 专门为我说出每一个字 他可以对每一个众生都这样做 而且用一个字一个声音就可以承办他 所以佛与师长的教戒 真的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当你在想 有没有什么好的积极解决问题的 好方法 好方向的时候 记得要意念 师长佛与师长佛与我量身定做的教戒 这样的解释听得清楚吗 好 我看里面有人表情有点讶异 以前没有想过是不是 实际上是这样子 大圣经典是这样说的 然后老师又问 何时改善 何时改善 当然从现在开始 大家都想离古得乐 对不对 一定是从当下开始改善 但是按照我们刚刚讲 那个问题的起源核心不在于外境 在我们的自信跟业力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从当下 在我内心的造业开始改善 然后要像师父讲的一样 在可上可下的时候呢 要向上跨那一步 然后真正的向上一步呢 真正的向上一步 还是建立在 你要先有完整正确的全盘认识 为什么呢 就是师父以前讲的 那个盖房子的譬喻吗 如果你完全不懂得建筑蓝图 整个房子的结构 你根本不理解 你在那边今天搬钢机 明天搬水 你弄得很热闹的样子 跟房子真正盖出来 没什么关系 反而是你将来 真正要盖房子的时候 你前面弄的都有障碍 但是师父说 如果你是了解房子的整体结构 你真正懂得怎么盖房子 你虽然静静的在事务所画图呢 工地上好像一点动静都没有 但是你才是最快的 把房子盖出来的人 因为将来按照你 那个正确的蓝图 你每做一个动作 你每走一步 就是真实的向上一步 所以才会说 我们在可上可下的时候 向上一步呢 那个向上一步 其实是建立在 你要先有完整正确的 全盘认识 这样理解吗 下一个问题就是 法师我们都反复 我们怎么会有完整正确的 全盘认识呢 所以怎么办 所以怎么办 告诉我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归依 师长佛陀的一切辩制 一切自制 所以为什么 归依上师三宝 意念三生三宝的教界那么重要 就是因为他们有 全盘完整的认识 他们可以帮助我 对境真正向上跨 那个正确的 积极的一步 老师后面问 能帮我的助援是什么 能帮我的助援是什么 现在不是很清楚了吗 学广认同学都知道 对不对 师长佛陀的外知以据 对不对 是我的内心 有没有真实的 实心实为归一吗 对不对 助援跟奥援 是源源不绝的 外知以据 最后那个问题很重要 老师问 我真的想改善吗 好 你要确定这个问题 可以先问一个辅助的问题 就是 我为什么想改善 我为什么想改善 你心里想清楚 你要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为了要那个东西 所以你想改善 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 检查我们的动机的意思 你真的想改善 真的想为了知他的利益 向上跨那一步 这种好的动机呢 造的业就可以 引申好的结果 好 后面老师说 久而久之 我们会不怕被挑战 因为每一次波折 都会让我们收获 勇气和智慧 甚至因此结交 良师亦有 体验精彩人生 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怕挑战 每次都收获 智慧跟勇气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用怕挑战 每次一定可以收获 智慧跟勇气呢 即使是面对波折跟痛苦 为什么 想要到答案吗 最好你自己事先想到 或者我一讲 你就 哦哦哦哦 是这个 但是你为什么讲不出来呢 好 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都可以不怕波折跟挑战 每一次都可以收获智慧跟勇气呢 以前常常讲啊 因为师长佛陀的法身 法身的加持是变一切实处的 所以即使在波折跟逆境当中呢 一定有大收获 一定有大启发 好 就看我能不能认真的把它发觉出来 有人问发觉的方法是什么 这个上次讲过温习一下 要皈依意念 祈求上次三宝的加持 然后要用教理 仔细的去观察 好 如果发现自己的教理 基础不够 还是学了教理 但还不会观察的时候呢 要很认真地进醉集资 就这个特征 我昨天又碰到那个 我说过 透过认真修法进醉集资 然后脑筋思路变得越来越好的 那位年轻的法师 这个 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我印象就很深 好 广论172页告诉我们 第三 能生烦恼之音 分六 所义者为烦恼之随眠 所缘者为顺身烦恼进阶线前 伪杂者为随学恶有 非善是夫 言教者为听闻写法 篡习者为增长烦恼习篡习力 作义者为妄争意爱非爱相 急于无常职场等 非礼作义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引广论这一段呢 因为其实师父以前有讲过 烦恼声音是这六个 善法声音 也是这六个 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所以反过来是什么 你内心有善根种子 外在有顺身善法的境界 好 然后这时候周围围绕你的呢 不是恶师恶有 不是恶之士恶有 是善之士善有 你听闻的是正法 不是邪法 你串习的也是这个正确的教授 然后呢 你从非礼作义变成如礼作义 好 这就是善法声音也是这六个 方向刚好跟烦恼声音是相反的 所以呢 在好的师法有环境当中呢 你就很容易聚足这六个善法声音 让我们体验基彩人生好 所以刚刚不是说 遇到波折 困难的时候 还是可以有收获跟成长 对不对 那就是 你在面对波折跟收获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集聚 我们刚刚讲的那善法的六个声音 你就可以向上跨一步啊 然后好的师法有环境当中 很容易聚足这六个善法声音这样 师长会帮我们种下内心的善根种子 师长会建立 外在的顺身善法境界 然后我们一指善之士 我们周围有同行善友 我们听闻的是正法 我们在好环境里面 我们串习的也是正法 就很容易让我们 从非礼作业变成如礼作业 所以好的师法有环境 就很容易聚足这六个善法声音 让我们可上可下的时候 真的向上跨一步 去体验精彩人生 所以重点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师父以前讲的 打死不退 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善师友 所恩赐的好环境 打死不退 以前师父觉得辟语很有趣 说你在这个火车里面 这个火车是开完成佛的列车 就是辟语我们这个好的师法友环境 师父说你在里面睡觉都可以 但你千万不要跳车 跳车就没戏唱了 没跳车呢 你在车子里面最后一个还是跟着火车一起到了成佛的地方 师父讲的辟语蛮有趣的 但是那个重点是什么 不要跳车 打死不退 重点在这里 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心之勇士的部分 听清楚了吗 心之勇士打死不退